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美国起诉22名走私假货的中国人 纽约的一个联邦法院起诉22名中国人 罪名是从中国往美国走私将近5亿美元的假货 那么这些假货包括路易威登的手袋 卖根高市的钱包还有香奈儿的香水等等一些奢侈品 这些被告当中的21人在星期四被捕 美国联邦检察官说据称这些嫌疑犯 他们用这个结装箱把这个伪装成合法产品的 这个从中国制造的这个假货 走私到了纽约和新泽西的港口 看来这些嫌疑人是打算在美国各地出售这些假货 那么这些假货的这个价值呢是高达5亿美元 除了走私和贩卖假货之外 这些嫌疑人的罪名还包括洗钱和移民欺诈 美国助理司法部长就表示 走私假货对政党生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那么司法部也致力于把寻找走私假货到黑市销售的人 绳之以法 好 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回到中国香港 香港独立倡导人陈天昊演讲当局立即发出了警告 在香港外国记者协会播放香港独立倡导者的演讲之后 北京和香港特区政府发出了系列的警告 官方也迅速的发出指示 这暗示着港府的立法者可能会很快的被迫通过反煽动和叛国的法律 那么此举可能会止息具有一定自治权的香港特区境内的抗议活动 那么本周早些时候呢 香港这个民族党的召集人陈昊天 就在香港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呢就发表演讲 说这个香港啊要想真的变得民主 那么香港的主权必须归于香港人 而唯一实现的途径就是香港独立 陈天昊在2016年就被禁止参选这个香港的立法会 那么他在演讲当中呢 也谴责中国威胁了全球的自由 并且呼吁呢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政府帮助香港 官员此前向这个香港外国记者协会就施压 要求取消该协会在脸书上的直播 那么香港当地的公共广播电台 香港电台也拒绝直播演讲 因为他们表示呢要拒绝成为宣传港独的平台 在演讲结束之后呢 中国国务院的这个港澳事务办公室就暗示 港府应该制定出国家安全法来防止对中华民族的威胁 香港上次考虑制定国家安全法是在2003年 那么当时的时候呢 有50万的香港市民就涌上了街头表示抗议 随后呢该法案就被搁置了 那么上个月香港警方呢 向这位27岁的积极分子就发信 建议他自觉的关闭香港民族党 那么这些团体的这个斥责声就越来越高了 香港警方认为香港民族党 对国家安全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 尽管自2016年该党成立之后啊 陈浩天以及其他为数不多的党员 并没有被指控犯有暴力行为 但是陈浩天在演讲前 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就表示说 他被要求在有9月初的时候啊 在9月初之前要自愿的关闭这个香港民族党 他说呢对香港警方的这个来信呢 他并不感到惊讶 但是呢他也并不感到担心 也就是说在他的这个预计之内 他是这个意思 那么香港特区政府在一份声明当中 谴责陈浩天啊还有这个香港外国记者协会啊 说他们提供了这个公众平台 让演讲者呢鼓吹港独 也是完全的漠视香港维护国家主权的这个限制责任 他们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并且表示深感遗憾 那么香港外国记者协会的董事会 随后呢也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说 该协会支持香港以及整个亚洲的言论自由 以及新闻自由 那么该协会呢既不赞成也不反对 各位演讲者和讨论组织的观点 另外有超过30位香港立法会的议员们 就发表联合的声明啊要促成要督促这个政府呢 采取具体的措施来防止当地组织的这个分裂分子啊 提供场提供场所 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访问香港的时候 就表示不允许任何人挑战北京对香港这座城市的主权 从那时候开始香港的立法院就已经监禁了数位 参与香港独立和民主运动的活动人士 那么在今年6月的时候啊 曾是香港立法会这个候选人的这个梁天琪啊 也是因为这个涉嫌参与暴力和袭警 被判了6年的监禁 看来香港的这个民主啊言论的管制是越来越紧了 好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啊 最近即将访问中国的这个马来西亚的高寿的啊 年龄非常高93岁的这个首相马哈迪 马哈迪要去中国了 干嘛呢 说是上门找后仗啊 因为中国特色的这个签约方式呢 酿成了一些不愉快的后果 93岁的马来西亚总理啊 马哈迪就应这个中国总理的李克强的邀请 其实这个马来西亚应该叫首相啊 不能叫总理 那么预计在星期五的时候呢 他会抵达中国的第一站就是上海 就是杭州 之后呢还会在北京会晤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那报道就说呢 接见马哈迪可能是习近平在所谓的北戴河会议之后的首次公开露面 可见这个中国方面对于马哈迪的来访是非常的重视 那么之前有大量的报道就显示说 马哈迪打算取消中国在马来西亚成建的数十亿的这个基础建设的这个设施项目 那么其中就包括这个能源管道 以及连接马来西亚半岛东部的这个铁路的项目 那么这两个项目的都是中国一带一路的这个指标项目 另外据这个印度快报星期五就说 马来西亚的这个前首相纳吉布被控呢 在他执政当时呢 利用这个职务之变为了谋求这个利益 支持这个腐败的这个项目 而使得这个政府的财政亏空了 那么同时呢 就在中国一系列的这个一带一路的渲染之下呢 就草草的签署了就上述啊 就是这次马哈迪打算取消的一些项目建议 那么新加坡的这个东亚研究所的这个研究员 陈刚就表示说呢 这个问题肯定是马哈迪访问中国的一个重点 因为马哈迪自上台以来呢 就是反对这个纳吉布的各项政策 那么其中也包括中国在马来西亚的一些过度的投资 但是陈刚也表示相信呢 他说不会推翻所有的项目 就是说还会保留一定的项目 那么新华社啊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 也援引中国社会院研究员这个王玉主的话说呢 对于中马关系的未来走向 不必过于担心 不应该为一两个项目的取消而过分的忧虑 而应该向前看 说这个马来西亚新的政府当前 他们的一些表态和一些举动呢 是跟就是马来西亚国内的政治因素 有密切的联系 那么按他的话说就是这只是一阵风 这阵风过了之后呢 这个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关系 还会维持非常好的态势往前发展 另外路透社近日就报道说呢 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火眼就说 马来西亚重申与中国一带一路的这个重大的项目之际呢 那么中国政府就支持黑客 可能将接触伸向马来西亚 他们将触角伸向马来西亚的一些企业 另外呢还有一些政府机构 试图呢获取有关一带一路项目和一些协议的情报 在东南亚地区的网络间 将展开这个密集的间谍活动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就是 在这个事件当中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和说法 那么就是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 尼勒雄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候 他说的一段话 他说呢这个马来西亚的首相 此次到中国上门找后帐 暴露了中国一带一路签约的弱点 那就是与法治不健全的国家打交道 同流合污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这话就听着有意思啊 也不知道他具体的指向是哪个国家 他说呢如果这个到不发达的国家 法治不健全的国家去 或者呢就是贪污腐败很厉害的 已经成为常态的国家 那么就会出现这里的一些找后帐的现象 当然他也说了就是说中国也往外面去 也去了欧洲 说欧洲就不会有腐败 但是呢到了巴基斯坦 包括希里夫的政府那里 是吧还有就是中亚的一些国家 就一塌糊涂了啊 说没钱就办不了事啊 我觉得这的话很有就是很具这个中国特色啊 说没有钱办不了事 那怎么办呢 说主要的关节主要的部门就需要打通 需要打点 而不打点的话呢就办不了事 那而打点的话呢人家就会说了 你这个手段不正规就需要通融通融 我觉得这话倒是很符合现在中国当下的一些国情状态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 这个前不久啊被北大解聘的一个美国教授呢 他就发文说中国的年轻一代啊 令人挺失望的 在2009年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解聘了美国教授 鲍尔丁 那么日前呢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的时候 他就回首了他在中国教学的这个经历 也阐述了他对中国年轻一代和中国这个经济前景的个人看法 那么巴尔丁就说呢 他在中国9年当中啊 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说呢在他刚开始教书的时候 这个学生们会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啊 很多人甚至会提出一些有关于敏感话题 比如说会有人在六四纪念日的时候 穿这个黑色的衬衫 但是呢到了这个教学的后期 学生们就不再提任何问题了 不再提任何问题 课堂上呢也设有这个学生督察员 就是有人监视学生可能也监视 可能是主要监视老师了 那么巴尔丁说呢他完全有理由相信 他自己以及其他的老师 也都会在中国教学的时候 都会被当局以不同的方式被监控到 那么巴尔丁也对美中两国的这个大学 做了一个简单的比较 他说优秀的大学啊 比如说在美国的优秀大学 那么真正的学习会从这个本科教育 到研究生教育开始 但是在中国呢 由于这个科科的高考制度 那么大学更像是一个象征性的机构 在中国的精英大学当中呢 相比在科业上获得的成果 这学生呢 他们更加在乎实践 就是在学校之外的一些体验 那么中国的大学生的创造性 独立性思维能力呢 受到了极大的压制 照本宣科死即硬背 成为了中国学生的常态 巴尔丁表示 中国的年轻一代 在成长过程当中就被告知啊 一切呢 都会按照现有的一种方式 永远的增长下去 那么想在中国出人头地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觉得也不是加入中国共产党 而是顺着中国共产党的思维 他们的思路去做 他说呢 中国的这个年轻的大学生 不愿意冒险去支持自由民主 和人权这类的事情 他们呢 在某些时候啊 可能会莫名其妙的 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 感到交往 但同时呢 他们又真真实实的 为自己的自由受到了限制 而感到了不安 这还真是一个很矛盾的对立体 同时存在 鲍尔丁表示呢 他对于中国年轻人 能够让中国变得更好 他不抱太多的希望 因为他觉得中国年轻人 会重复他们的 就是父辈们 先辈们对待人民 以及治理社会 同样的一种模式延续下去 他们不会寻求有什么改变 他最后还表示说呢 中国有很多这样的追随者 但是就是没有领导者 这话还说的 嗯 很有深意啊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中国最近在 这个对待朝鲜方面啊 又有了新的举动 中国积极的促成这个中战 而美国呢 要求要先去核 最近这个朝鲜官员就透露说 中国已经向美国提议啊 要签署这个朝韩中美四方的 中战宣言 那么正在中国进行访问的韩国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的委员长 江硕稿和三党干事团 那么8月17号星期五 在韩国的这个驻华大使馆就举行记者会的时候 介绍了他们与中国官员会谈的结果 江硕稿就说呢 中国啊认为这个中战宣言有助于建立互信 也有利于尽快的推进这个实现 朝鲜半岛无可况 江硕稿还说呢 中方有可能是在不久前向美方做出了这一提议 但是美国方面的反应呢 有些消极 因为美国方面认为呢 现阶段谈这个有关于中战宣言的问题还为时尚早 朝鲜方面应该首先在无核化的方面 先采取一些让人家看得到的一些和真真实实的行动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朝鲜的执政党 这个劳动党的机关报 就是朝鲜的党报 劳动新闻在星期五的时候就发表文章表示说 中战宣言可以结束朝美之间的军事对峙 有利于建立相互的信任 这个信任应该是相互的啊 那么称呢 美国没有理由不发表这个中战的宣言 好 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一组这个中国新闻的简报 中国安徽的一个网友 因为被控在网上发布布法的言论遭到了拘捕 微信这个微博用户啊 叫斯波达野太君 他因为在网上的留言称这个台湾是一个国家 他都说台湾是台湾国 并且留言表示说统一之后啊 中国警察会欺负台湾人民 所以台湾人民拒绝统一等等一些言论 被中国安徽省马鞍山市的公安局 以违反国家法律亵渎民族感情不法言论 这个涉嫌寻衅滋事罪这个罪名在中国现在很普遍啊 为理由刑事拘留了 那么这也是中国当局加紧钳制网上言论自由的最新的一个实力 除了这个普通网民在网上说话会被抓 知识分子阶层大学教授那就更容易出这个风险了 中国呢再一次出现了大学教授因为错误的言论被学校开除了 去年11月份因为在网上言论过激 或者说发表错误的言论被当局认为发表了错误的言论 被停课停止授课老是不上课 那么被停课的这个是贵州大学的这个教授啊 叫杨绍正杨绍正教授 近日呢因为说不思悔改继续的发布错误的言论 被中国的大学给开除了 接下来看一下最近也是闹得沸沸扬扬的谷歌 说要重新的回到中国啊 这个新闻那么谷歌员工呢 联名抗议为开发中国特色的搜索引擎 纽约时报星期四就报道说 大约有1400名的谷歌公司的员工 对谷歌为中国秘密开发审查版的谷歌搜索引擎不满 联名写信要求公司扩大透明度 以便让员工了解他们所从事工作的道德后果 员工是很重视这个道德的啊 好这就是以上的这个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 那么接下来也欢迎您继续欣赏 中国新闻前一个时段的播报情况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我是罗千竹 首先来看看今天的新闻提要 学成性侵风波持续延烧 即将在10月执行的世界佛教论坛也因此蒙上阴影 习近平外交形成不断 9月除了确定出访俄罗斯之外 也传出将访问平壤 稍后带您来看 中国为了杜绝民间迷信 现在连烧民旨都要禁止 怎么回事等等一起来关心 素有港股股王之称的腾讯近来股价暴跌 对此腾讯总裁刘赤平也有话要说 新闻一开始带您来看看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是学成 因为被举报性侵 在舆论的压力之下辞去相关职务 现在正在闭门思过 但事件并未因此完全平息 学成的家乡也就是福建莆田市正大新土木 要盖一座禅一小镇 现在计划可能申变 就连10月即将到来的世界佛教论坛 主要会场的筹备气氛也相当肃杀 根据星岛日报记者实地走访发现 这次世界佛教论坛位于福建莆田市的会场广化寺 寺外广场正在铺建 寺内的修缮工程依然如获如荼 虽然学成已经辞去佛协会会长一职 寺内仍有大量介绍他的展示板 但当记者问及有关学成的事情时 森尼们显得神情紧张 拒绝谈论相关的事宜 据报导广化寺和学成的渊源 非常的深远 1982年16岁的傅瑞玲 在此出家法号学成 7年之后广化寺方丈 毅然法师退居 由年仅23岁的学成接掌骨叉 成为全国汉传佛寺中年纪最轻的方丈 这届世界佛教论坛之所以落脚莆田呢 据说也是因为学成力挺 一样在莆田市当地原本正大新土木 计划将学成年幼在此游玩听佛法的极乐寺 大规模的扩建 并以极乐寺为中心打造一个结合佛教文化 与休闲旅游的禅艺小镇 但是现在学成深陷性轻丑闻 其中多名受害者更是来自当地 因此极乐寺急忙的避风头 以寺院兴建为由不对外开放 至于打着学成法师出身地的宣传口号 禅艺小镇兴建计划也可能受到影响 接着来关心中美贸易战持续升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忙着外交工作 马不停蹄的拉拢盟友 近日传出他将在9月出访俄罗斯和朝鲜 凭让当局更因此大动作的限制外籍游客入境 外界纷纷猜测习近平很有可能在9月将要造访朝鲜 韩联社报导朝鲜当局对旅行业者发布通知 称平壤当局所有饭店从8月11日起 将进行为期20天的维修工程 据了解9月9号是朝鲜建国70周年纪念 当局将举行大型的阅兵仪式庆祝 届时应有重要的中国高官参加出席 再加上平壤这次大动作禁止旅客入境 因此媒体猜测 这名重要的高官可能就是习近平 相较于访朝行程的不确定性 习近平在9月访问俄罗斯一事 则是由俄罗斯总统普京本人宣布 美国之音报导 普京证实习近平将出席9月6号 在海森威举办的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 是继6月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以及7月的南非金砖会议之后 两人在今年内的第三次会晤 在此之前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杨洁篪15号就远赴莫斯科 为习近平接下来的访问工作做好准备 近来国际震惊局势动荡 中国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这也让习近平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会谈 格外的受到外界瞩目 接着把焦点转向中国的地方消息 中共当局的黑手 频频深入民众的身后事 既之前江西禁止人民土葬 官方进入丧家抢施火化 更把民众放在家里的棺材 抢走砸毁引发民怨 现在又传出哈尔滨下令严禁产销民旨 民众怨声连连 高呼政府现在连阴监事都要管 农历7月期间 正值华人民兼信仰祭祀活动频繁 但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日前却公告 从8月14日到25日期间 将在全市展开 严禁民纸民币生产销售的专项行动 中央社引述哈尔滨日报报导 在各区监管所全员出动 展开不间断搜查行动之下 截至目前为止 当局已经清查生产加工企业和小工作坊53家 销售商户1580家 收缴民纸民币1525箱 哈尔滨当局这项行动呢 引起了当地民众广大的不满 民间认为民纸啊 纸扎异品只是一种民间寄托挨死的方式 政策应该是规范不当烧纸钱的行为 但不应该禁止传统 更由民众抨击官方的禁令 没有法律依据才是名符其实的违法行为 最后来看看产业面的消息 一项称霸港股的腾讯 日前公布财报不如预期 不仅股价跳水 股票被市场抛售 更让腾讯的情况雪上加霜 市值从今年1月以来 已经蒸发超过千亿美元 腾讯从云端坠落谷底 总裁刘赤平对政府当局似乎多有怨言 对于近来腾讯股价暴跌 刘赤平在法人说明会上解释说 政府领导班子改组之后 公司就很难拿到执照 没办法靠发行新游戏来赚钱 事实上不久前腾讯代理的游戏 魔物猎人世界 才因为被网友大量检举而下架 刘赤平这番话被外媒认为是 中国大型私人企业罕见的表态 承认北京政府是把双面认 可以是助力也可以是阻力 这让人想起之前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 曾经以要爱政府 但不要和他结婚这句话 来警告科技界与政府机关的互动平衡 纽约时报分析 在发展过程当中 腾讯一直以来受惠于北京的政策 特别是封锁网络这点 就以腾讯挡掉了不少外来的对手 但北京也并非完全不要求回报 去年政府就要求多家私人网络公司 必须要助资协助经营困难的 国营电信公司 而在习近平领导下的北京政府 开始越来越想要进一步的 控制大型网络公司 像是腾讯的人气手游 王者荣耀 去年就成了监管机制下面的牺牲品 报导认为中国各大网络巨头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 脖子上也被政府套上缰绳 半军如半虎 如何拿捏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让自己得以蓬勃发展 又不至于功高震主 正考验着各家科技大佬的经营智慧 简报的一开始带你来关心武侠小说名家金庸 本名扎良庸的金庸 先前控告比名是江南的中国作家杨志 金庸认为江南所写的同仁小说 此间的少年涉及侵权以及不当竞争 广州市天河区的人民法院 在昨天做出一审判决 杨志不构成侵犯著作权 但有不正当竞争的问题 除了需赔偿188万人民币 也要停止出版发行此间的少年 并销毁库存书籍 据了解金庸是在2015年发现 此间的少年故事里的角色名称 郭靖 黄荣 乔峰 令狐冲等等 全都来自于他广为人知的多部作品 甚至人物之间的关系 故事情节都出现雷同 因此寻求司法途径协助 接下来关心中国机构改革的进展 有消息指出 最近几个月 国务院各部委陆续完成三定方案 所谓的三定是指定职能 明确部门的具体职能 再来是定机构 确定行使机能部门的名称 性质 经费等等 另外还有定编制 明确人员数额 尽管当局尚未公布相关内容 但有消息人士透露 银保间将设置27个部门 人员缩边境两成 而生态环境部原国家环境保护局的督察办 改名为中国生态环境督察办公室 另外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主任编制是一阵四部 有学者表示各部委预计在9月底之前落实三定工作 之后将继续推展至省级以下机构 再来带您看到中国爆发非洲猪瘟的疫情 根据中国证券时报 从东北开始传染的非洲猪瘟 最近已经向南扩散到河南省 郑州市政府在8月16号划定疫区 预计封锁6个礼拜 有专家表示猪瘟传到交通往来密集的河南省 对于整体疫情控制非常不利 造成的危害远比东北地区来得严重 据了解事件的开始是在8月初 沈阳养殖户有猪瘠生病 当局随即消毒扑杀 东北猪瘠价格也应声下跌 不过河南是中国的养猪大省 官方统计年产7000万头 占全国产能十分之一 如果出现问题 对于猪肉市场影响很大 接着来关心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 访问中国的消息 这次行程是从8月17号到21号 总共四天 根据南华早报报导 在谈到与北京的关系发展时 马来西亚外交部表示相当乐观 预计双方将签署三份备忘录 为两国之后的合作铺路 另外马哈迪还将与知名企业家 和投资者举行对话 并参观阿里巴巴 吉利汽车以及大江无人机 等中国公司 再来带您看到中国官媒央视报导台湾的消息 曾经说过两岸一家亲的台北市市长柯文哲 最近投入连任市长选战的动态 引起央视的注意 日前央视的中文国际频道 播出一段两分多钟的新闻影片 介绍柯文哲的选战策略 如何把广受年轻族群欢迎 化为实际的选票支持 主播还特别提到 外界更关注无党籍的柯文哲 是否会加入2020年台湾领导人的选举 画面播出之后 台湾的网民反应不一 有人认为柯文哲又被抹红了 难道是民进党为了赢 为了选赢柯文哲 而在对岸买广告吗 节目的最后带您关心假货的问题 喜欢名牌精品的朋友们要注意了 市面上有许多山寨品正在流通 美国之音报导 有22名中国人涉嫌从国内走私假货 到纽约纽泽西港口 如果成功在美国卖出 获利将高达5亿美元 他们目前已经全部被起诉 纽约联邦法院正负责审理此案 遭到仿冒的产品 包含路易威登 麦克高市的皮件 香奈儿的香水等等 除了走私和贩卖假货的罪名 这22个中国人还被指控 涉嫌洗钱和移民欺诈 恐怕将面临严重的牢狱之灾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苹果iOS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您手机的App Store 也就是苹果应用商店 在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 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上角的云状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手机桌面上 您可以选择下载之后 立即点击Open 打开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 随选播放和热门排行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点击随选清单右边的倒三角形 您会看到明镜所有栏目的名称 选择你想收听的栏目 比如明镜的英文新闻News Always On 您就可以专门收听一个栏目的节目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这一栏 您可以找到明镜观众最关注的节目 明镜之声APP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连接到明镜的YouTube频道观看视频 具体方法是 点击明镜之声APP左上角的目录标志 会出现一个菜单 在菜单的最后一行是订阅明镜选项 明镜之声APP会自动连接到明镜火拍的视频主页 在这里您就可以收看明镜火拍的所有节目 下载明镜之声APP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安卓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安卓手机或平板电脑的Play Store 在最上方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边的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桌面上 回到手机桌面找到明镜之声的图标 点击并进入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热门排行和机赏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3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最右边的机赏一栏 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打赏金额来支持明镜 下载明镜之声APP 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